又一個星期是順天之命的時間 師傅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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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亡新年了 要搞搞家裏的事情 每年都是這樣的 因為每年都有很多事情要預備 因為方位改變的時候 有些人就把床打個圈這麼大 我覺得這個比較難 因為家裏房間的電視機 設定了一個位置 除非又要轉個場 那你通常的房間 我又見過一個 有位師傅 他寫了一幢悲科紙 在每一個位置 這個鐘 這個鐘 要到六月才可以繼續走 現在關掉了 然後風箭 開八個月 開八個月 然後門上 不要時時出入 出入幾個三個 那這間屋怎麼住呢 請問 那個不是一間屋 那個是一間公司 嘩 又封門口 又要遮住個鐘 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 不要當我又 好像說別人這樣做 這樣做真的不好 嗯 你作為一個主管 或者是你作為一個 那個公司的 話事人 你去做一樣這樣的事情 嗯 你想你後面的 那些伙計 或者其他同事 怎樣跟隨你 呢 對 那就是 就是為了個 原意 在我的位置 在所謂的位置 那裡 請物打擾 清在忙 是 這個位置不能走 那個位置可以走 那個位置可以走 那個位置不能走 沒錯 你老闆千萬不要經過這條路 走過我這裏 那你變成了 不是風水 去幫人 去改善的生活 搞到很麻煩 變成這個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些就 說出來 說出來 就是 就是 現在都還有 還有 還有人去這樣做 那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應該 大家都 update 一些 就是用一些 最簡單的方法 也都不要害怕了 九宮飛星 聽到的名字 就很害怕 只不過 不同的方位 可能是會 出現些什麼情況 那如果 那裏黏了 是死門 那你沒理由走過去 那你就 想個方法 解決 那你也要走的 你明明是 明是 那裏 是有問題 那你怎樣 那是 那是你張床 是啊 那你有其他方法 去解決的 就是 這個人是靈活的 那你譬如說 那個菜不夠鹹 那你就加些鹽 你說那個菜不夠甜 就加些糖 如果那個菜很鹹 你就加些水 再不就是 再混合其他材料 下去 做大盆些 去混淡它 就是不會說 那這盆菜不准吃的 或者這盆菜要半年之後才可以吃 那樣 但是它又存在 但是你又不讓它動 那這樣便不方便到生活 那當然就是你 那間屋 你找得師傅上去 那你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唯一的要求就是 那師傅我沒有什麼錢的 那有錢都給了師傅你的了 那這樣 那你就是 我沒有錢裝修的了 那所以 就只可以是細執的 你看看 就是看菜吃飯 那這樣 哇你這麼多限制 那很難 就是跟你套真言的 那我跟你說 其實這裡最好是拆掉它 那但是你又說不能拆 那我上來又 什麼都說不到事 那就很奇怪 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這些 就是我提供的服務 那你又說不接受 那這樣 那很難做的 這些 是不是 對著你的服務 太過 太過仔細 是啊 那通常你 叫得 我上來看 那不是說 舉例 那譬如說 叫師傅上去看 那師傅上去 那你當然是相信他的 那他講 那你一樣都問 是不是的 行不行的 行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那我真的不是很想幫你 給你意見 你一樣都不行的 那之前我們都說過 有時候叫裝修師傅一起的 那裝修師傅 他又說不行的 那不行就大家聊一下 那譬如說 這裡裝一條水喉 那裝修師傅說 這裡出不了水喉的 這裏要拆掉 這個主力場 是拆不了的 那大家想方法去搞搞他 那當然 不知道是不是我這時候 看到一些 現在的年輕的設計師 都很肯接受我們的意見 他們慢慢去 就是看到很多人去 去做間新屋的時候 都找師傅去看 慢慢他們都接收了一些信息 某些事情應該怎麼做 有些事情你一告訴我 這要這樣做 那我知道這要什麼事 是啊 那其實都 現在很多都是 call over的 波鞋都會call over的 那你譬如是 New Balance 那你和服裝品牌call over 那為什麼室內設計師 不是可以和風水師傅 一起去服務客人呢 那宣傳上都很吸引 理論上應該可以的 是啊 那客人都會選 譬如你按下去網站那裡 那他可能輸入這個 風水加室內設計 那彈了一個廣告出來 那跟著菜菜子 風水室內設計顧問公司 那樣 那就有這個菜菜子風水師傅 再加菜菜子室內設計師 那上去一起serve他 一個就是負責提供製作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給風水意見的 那如果客人信的 那一條龍服務其實挺好的 是不是 那客人不信 又不會用這個服務 那如果他信的 那有其他人有他的選擇的 你那個就是一條龍的師傅 他又未必是他信開的 那他又想找他的師傅 來跟你那個設計師夾的 是啊 都有這樣的可能的 但是現在通常都 我想現在都有的 現在譬如說可能客人 他認識個裝修師傅的 或者一個設計師這樣 那譬如找他談 我有些自己有都是做室內設計的 做裝修的 那可能客人就說 我想沒有疫情裝修一間屋這樣 那好吧沒問題 那你想怎樣設計 那我想看一些風水 那設計師你認識別人看風水 那我認識蔡師傅 那我認識蔡師傅 那蔡師傅 那誰是蔡師傅 那純天之明的蔡師傅 那蔡師傅 那蔡師傅也好 那跟著就是 譬如約上來 那都可以的 甚至乎以前都說過 裝修師傅還裝修師傅 設計師還設計師 再加個風水師 那三個都不認識的 其實三個不認識的不好處就是 大家呢 你猜我我猜你 然後大家有些陰謀論 那你說要拆牆 我實說 那不用猜的 是呀 最重要是誰住 就是你配合的人 又有什麼需要猜 是呀 沒有東西 那因為跟著就是 三個都會說下事的嘛 那譬如說 那個設計師不認識風水師 那大家當然是扎馬的 是不是呢 我都不認識你 那你說 是吧 那最好就是有一個說 多一點點事 那件事就快解決了 是不是 一個說可以 一個說不可以 那有時間拖 師傅 是不是 那時候你都說過 你上去幫個朋友看一下 跟著他有七個風水師洞在那裡 那大哥 那你相信誰的 究竟你叫我上去 是啊 那就不要搞了 就是 退位讓言 你有這麼多師傅在那裡 又何必 要搶著做 你不是說 你想怎樣 就是他 他好像他這樣 他就安心一點 但是你作為一個專業的人呢 你就覺得 就是 既然大家 這麼多個人都要講個不同的意見 你根本你 你沒有可能自己綜合到的 是啊 是啊 不過其實按照計 如果大家 雖然不同門派 按照計 這個程序 都應該是一致的 就是跟你去政府 你正正說了 就是你學習的程序 不是一致的 哦 就是按照我 他不知道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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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哪個流派 又有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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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幫個屋主 就是去間屋給個意見 那首先 我起碼知道住在這裏的人 有多少個 他們的命是怎樣 是不是 是誰啊 年紀有多大 是啊 那因為如果我不看住那個人的命 那就是說我改了個裝修之後 那個個都可以進來住 那應該是指定的 是不是 因為長時間在這裏住的人 是最受影響 所以我應該先看他的命 那有個參考數據 這個男戶主是屬火的 女戶主是屬金的 那就是類似的 那跟著再看那間屋的情況 那跟著再看下 接下來的九宮飛星 或者榴槤的發展 或者接下來 你很有系統 蔡子葉 即是你去都不會失拖 因為我們打開馬嘛 師傅 我去到見到有另外五位師傅 嗯 那他就想你每個人說一個意見出來之後 他綜合 那我就覺得是非常之不合理 那那個護主有什麼可能說到一個意見呢 他頂多說到一個期望而已 師傅 你也是期望健康的一切順順利 就是淒財子錄是全是沒有人所求的東西 他不會說我期望房子修完之後 我們全家都富貴這樣 不是那麼邪 那你通常期望 還要多少代 還要多少代 那你通常期望都是媽媽是女人的 你不會說我期望破產這樣 那你一定是期望要是健康 要是財富 要是延續下去 或者賺大錢之類 或者希望媽媽長命百歲 那些都是指定的 那個風水師都會是向這個角度方向去進發的 那譬如你 我覺得就是平安而至值千金 最重要就是一家人齊齊整整平平安安 沒有病沒有痛 那吃多少穿多少自己努力 那最合理的風水 那師傅我想問 有時候都陪朋友去看房子 有時候遇到他 有其他人在看 叫了一個師傅在那裏 那他其中說了一句 那又不可以說他不對 但是他又是否真的可以這麼快決定到呢 那句的結論就是這樣 他說這間屋不理你 沒裝修過的 什麼都沒有的 這間屋不理你 我說是否真的每一間屋都會有一個這麼肯定的決定 就是這間屋是完全不符合你住的呢 那當然 在某個年代呢 還可以是這樣 就是大家還住在平房 或者在一條村裡 或者我們在山上開一條村 正在搭屋 或者好像古代一樣在平房的時候 就很多這種說法 嗯 但是現在我們這些屋苑 哇你看看 我現在大圍這些柏奧莊 我看上去都不知道有多少層 裡面不知道有多少個單位 這個不理就去留下23樓看看 23樓不理就去48樓 但是 沒理由個個都不理你 那這棟東西都不理你 是啊 要是你整個盤不理你 但是譬如我看這個柏奧莊A座的7樓 跟著師傅說不理你 那8樓 9樓 10樓 47樓 53樓 是不是全部這個座向都不理你呢 還是層數不理他呢 這樣 那他都四面八方 差不多一個四方形 東南西北向都有 那怎麼會說每間都不理你呢 是啊 頂多是供不起 又或者 是啊 這個大問題一點 那沒理由說 整個屋苑沒有個單位來來的 沒有那麼無斷的 應該是師傅 是不是 沒有 沒有那麼無斷的 不過 就是有時候 有些 就是你不知道他那個操作是怎樣 所以才會有這些 這麼 巨批判性的評語 是啊 師傅有沒有試過 是 譬如有個朋友 約師傅 師傅師母 然後我就選樓了 是啊 我一百無醜 拍傲裝 有得抽 發達了 今次我要選單位了 你師傅幫我陪伴我 幫我選個漂亮單位 沒有十樓看的 陳水 選擇號碼 選層數 那麼 這些都可以選擇的 是不是師傅 都要算了他的命才可以選擇 這些都有 好 那你都是建議他選 選多少樓以上 或者是 那些什麼號碼 或者是什麼座數 會比較 理他一些 然後再說 就是你都先看了那個 那個歐院那個 平面圖 或者它的圍字 大概是怎樣 它會是 那些座數是怎樣的方向 這樣 這樣你才可以 就是再計算一下 看看那個選樓的人的命 這樣 那如果他的命 就可能就是 很奇怪 是那個人的運氣來的 不是你刻意可以做到的 嗯 就是本身那個人的命是這樣 所以就 會是找回一間 適合他的屋去配合 那就可能會好些 是啊 還有有些 其實有些 叫做 很貴的 防散呢 基本上 它起的時候 已經是 已經看光了 哦 就是有很厲害的 師傅看光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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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誰進去住都黃的 那個單位 是的 他都想那個 他想著 譬如 我覺得 十個單位 這個很圓 十個單位 都是一些 三層高的 獨棟式的屋 嗯 那他建的時候 他一定 很多都是 就是做了這個基本功夫 就是 那人家買得這間屋 都不是一個 就是普通小市民 你說幾多億 一間的嘛 那些屋 嗯 那我這個地盤 建的時候 都請教一下 這些師傅 是怎樣做那個 Layout 怎樣設計啊 那些房啊 那些廚房啊 放在合理的位置 不用人家 花了那麼多錢 買了一間屋 回來 還要由頭拆過它 和你擺過所有的位置 嗯 是嗎 這個難的 這個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 就 就是 開始 看看 2021年 新丑年的 九宮飛星 那裡 那裡 究竟 這間屋 大家如果真的 疫情的情況之下 想裝修了 那應該可以怎樣 留意些什麼呢 我們休息回來再說了 現在是順天之命的時間了 入屋了 入屋了 啊 九宮飛星 不過香港 你看九宮飛星 有時候 香港的屋 比較 嗯 比較 沒得搞 就是 有些位置 你未必 有得搞 就是你不要強行 將一間屋 鑒成九宮 那你可能 你動都動不了 嗯 是啊 還有現在呢 很多都是屬於 就是 open studio 都根本沒有房 的 其實全部都是 四面牆入屋 就跟著廁所 廚房都直接在 門口旁邊的 就是很日本式的 open kitchen 是 一開門就 看到 根本沒有主人房 進去 因為那些屬於 叫做 它又不是火柴盒屋 總之那些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蠟米樓 基本上沒有間隔 基本上 那我都想過去 那些朋友的家 看過 很多都 一個人住 兩個人住 幾棋利的 因為它基本上沒有房 除了廁所之外 一進去 就是走廊位 然後就在門口旁邊 就進去 廁所 臨浴間 然後就進廳 連了房 然後有一個露台 然後就 那些 卡卡卡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說 那間屋都沒有間隔 那些什麼 九宮飛升都不適用 是嗎 那間屋這麼小 不適用 你收到九宮隔 小一點 反而反而有個好處,如果你整間房子都沒有間隔,即是沒有房間 那你將床喜歡放在哪裏也行 如果加上你的電視機,放在柱子的架上,你就推來推去 總之你那條HDMI線夠長,你推去哪裏也行 如果你沒有放電視機,你連連把床推來推去都行 一會兒你就推去旺位,第二年就推去第二個位 那些櫃子又可以移動,基本上是小一點 但又不會像那些人那樣,有些人把床偷了窗台位,放上去 那你第二年,九宮飛星不同了,那你床根本都移動不了 總之是頭自己移動的,但那些床頭床尾的已經緊局了 難道你明年又拆了它嗎? 所以你不要理它飛星,你知道究竟最壞的地方在哪裏 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可以令它平衡一些,影響不要那麼大 是啊,譬如我們看看新丑年,九宮飛星,都是九個格 中間那格,中宮就是六百姆曲星 那它網上寫的資料,六百姆曲星就是主貴隱偏才 那如果你是拌偏的,又或者是靠賺錢的 那如果你在那間屋的中宮,那是不是把床椅在中間睡 啊?夠旺呢?那所謂中宮的理解是 當然你要先把那間屋的座向定了 那都是說了很久的了,大家都知道 怎樣進入了屋啊? 然後又背著門口,向著門口 看看那間屋究竟門口的座向是如何 那你定性那間屋的座向吧 然後才開始再畫位啊 那這個下年的情況,通常師傅 譬如進去幫人看一間屋 那都是類似這個動作,把那間屋定了座向 還有看看來年九宮飛星的位置是怎樣 那才慢慢再看的,是不是師傅? 那都是啦,你九宮飛星是 那就是,你看了人家那些門座租這些位置呢 是先定了先,有些你不能動的嘛 是啊,沒有的 那那個內空間,就是這個內八卦裏面 那些爺的那個部署,已經是一個安穩的狀態 如果有飛星有空星到,才再拆解 如果不是,你沒理由把座租出去騎樓 都在這裏浪就行了 那最好啊 那如果2021年間屋的門口最好的座向 讓我猜一下 最好呢 最好呢,那個門口就 要做什麼呢 啊?想要? 那你想做到什麼最好呢? 就是如果,最好就是 那你講啊 因為門口經常出出入入的 那最好就不要那個門口 是一些需要靜的地方 但是我門口經常出出入入的 那不太好 那所以,如果下年我門口呢 就是這個,坐南向北 這樣就適合了 那出出入入都可以了 那最不好呢 就是這個,下年呢 原來我那個門口呢 又這個五黃二黑位來的 那最好不要出入了 那我又要出入,那怎麼辦呢? 就是最害怕是這樣的 哎,我門口是坐北向南就死了 這次,哎,坐正北 啊,二黑 哎,跟著我又要整天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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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不是很好啊 那樣,是不是這樣理解的呢?師傅 初步你可以這樣理解 嗯 初步可以這樣 但是有些東西你不能選擇 是啊,那個門口難道你開過別的嗎? 有的 以前,就是 就是文初時候那些師傅真的開八道門的 八道門? 就是好像皇帝那樣啊? 是啊 皇帝這個紫禁城開九個洞的嘛 那間屋開八道門 然後中宮就是自己的廳 然後八道門呢 哪一天 是飛聲好那道門 或者奇門動革好那道門 在那道門出去的人 哦 嘩,這麼有錢啊 那真的要 我想她將來都會做的 所以人家以前是做到這樣 就是做一間文房 或者你說那些客家土樓 其實很多都有這樣的部署 這些要移民才行啊 即是在那些加拿大、澳洲 有間大屋 然後有兩層的 那都不是很貴的 都是五百萬以下有 港幣 然後大到當然有花園 有停車場 有成的 那我就那間屋開八個門口 啊,到時我就天天都在不同的門口走出去 這樣就行啊 人家找你追債都不知道在哪裏進去 是啊 但是你最重要八道門都安裝了防盜 要不然很容易被人擄爆 一會兒 你隨便鎖一道門 它就爆了進來 不過在安全的環境下 這件事 在外國其實做到的 但是香港就難一點 就是 也都不是做到好像一個八卦 一個圈 就是蹦蹦牆都是門 是啊 就是有些設計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是伸出去 有些是停車場 不過它八個方向 它都有空道的意思 嗯 那如果2021年 家的門口 向哪裏最正 正南最好 正南最好 是啊 就是坐北向南的門口 啊 那就最好了 不是坐北向南 哦 坐南向北 sorry 坐南向北 都是疑黑的 北門又疑黑 是啊 不好得了 不過你的六達金在中宮 然後一達在南位 嗯 是這樣的 那如果這間屋來講 想橫財好些 那中宮是主六百 主橫財 那那間屋的中宮可以 做些什麼 會 叫做橫財會好些呢 師傅 綠白星是綠白星 那就是最簡單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就是一杯 一杯 就裝一杯乾淨水 放六顆白色下去 那就是綠白星 哦 白色或者 或者你中間的吊燈下來 六個頭的 那就是綠白星 哦 然後那些燈膽 是不是都是白色 不要黃色 最好 最好黃色都不重要 其實 那中宮就一定是 間屋中間的位置 是呀 是呀 那就容易搞 是不是 我們那些 最緊要橫財的 那就是換盞吊燈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或者 是啊 而且最緊要是 那個男主人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容易有那些肩頸的問題 哦 或者呼吸系統的問題 那就是要留意一下 家裏裡面這個 就是最大的男性 嗯 哦 就是爸爸啊 爺啊 媽啊 之類的 哦 但是如果我換吊燈 六個白色 就 會不會對於家裏 男長者有幫助呢 還是說 就是還要再做其他事情呢 有幫助的 可以提升運勢的 嗯 是那個間屋的運勢 是不是意思 就是 大家都好一點 嗯 就是 因為你 如果不是你就 就是 沒有必要在那個屋的中間 擺個 那些 噴水那些 那些 那些 沒有理由 因為天一生水嘛 是啊 沒有理由 就是 就是 整個很大的 那些噴水的東西 除了你家屋很大的 就是 嗯 這個是個 中工的位 那如果 我擺一張 白色的 白色的地毯 不行啊 擺一張 這個 不是啊 綠白金 綠白 綠金 如果我擺個 金色的地毯上面 有 六個白色的圓圈 擺一間屋的中間 那就 正了 不用啦 你擺黑色的地毯就行了 哦 黑色 但是有六個白色的圈 不用 金色的水嘛 噢 就這樣擺了黑色的地毯就行了 是啊 噢 那就偏才會 這些東西都要變 就是變通俠的嘛 噢 那你要看它雙生的硬是怎樣 那既然是一板在中間 就是說那個土 土可以生金 嗯 金呢 就生水嘛 嗯 那你 你沒有理由擺個 黃色的地毯在 廳中間的 因為 五黃的發氣源 很強的 那 那你又不適合這樣 那 黑色啊灰色啊 都是一個好的 好的解決方法 嗯 那好了 那去回門口了 那如果那個門口 真是好不幸運 是 是 坐 北向南 那就是 那個北位 是二黑嘛 那二黑就一聽的名字 就知道 不是啊 北門 北門是二黑 北門二黑 就是應該 那個門 如果我拿著個 如果你是南門呢 就是你的房子坐著二黑 嗯 那如果我拿著 有些小毛病啊 我拿著一個羅庚 站在門口 對正 即是進了屋 進了屋 對回門口 那那個 那那個 指南 即那個羅庚呢 就是 前面是指著北 指著我自己就是南 那這間屋是坐 南向北 南向北 是啊 那那個門口 那個是屬於北門還是南門啊 師傅 北門咯 坐南向北 北門咯 那就是 那就是 看北啦 嗯 因為你坐南呢 就是貪狼星來的 好的 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北呢 就是二黑巨門星 那你那個 那個出入的門 就是那個巨門 非臨你的正北方 哦 那就是 就是 有疾病 有傷痛 那我怎麼出這個 不要亂動它 那就是 因為今年 就有這個 什麼日食啊 月食啊 什麼都提 那這些 或者 多少星圓珠啊 那些 都是跟疾病有關的 嗯 那要注意一下 就是 住的人 他那個 健康的狀況 要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 那些 那些病痛 那都不會說是 嚴重到 就是 牽涉到 性命那麼嚴重的 哦 但是我經常在那裡 吹吹入入 然後 開門 關門 那那個二黑位 都不是很好 如果那個門口 那你不 你不 化了它 就很容易的 你在那個門柄那裡 掛個鈴鐺 還掛個鈴鐺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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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金屬在那裡 化了一個 異黑的煞氣 是的 那你又不用說 強度一定要 有些又放黑月石狐狐 金錢狐狸雞 那你不是在開賭檔 那可不可以黏一条铜条在门,地毯底行不行呢? 我只是断股,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我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再讲其他